大家好 今天是北美时间5月19号 星期天 东亚的时间5月20号 今天是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的日子 这是一个大日子 同时今天呢 世界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就是伊朗总统莱西亚 他的直升飞机呢失势了 按照中共的话术说呢 他就是硬着陆了 今天早些时候的报道说呢 这个无人机上的人员呢 失踪 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应该是没有生命生还的迹象 那么这个资深飞机上呢 除了伊朗总统莱西之外呢 还有他们的外长 等于说这次实施呀 对伊朗的这个政治啊 损失惨重呀 一下总统跟外长都不在了 这个莱西失事以后啊 伊朗也是高度紧张 现在呢 派出国民卫队啊 在全国各地一些重点城市啊 实行戒严 跟这个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呢 也是加强了部队的部署 害怕伸出事端 因为蓝西硬着陆这个事情落实以后啊 现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市民呢 就在那放鞭炮 放烟花 浸鹤 你想想这个总统啊 多么不得人心啊 那么这样的话 现在这个邪恶周星国 中国 俄罗斯 伊朗 朝鲜 这一下成了个三缺一了 打麻将都缺一个腿子呀 所以这个周星国呀 缺了一个脚 确实啊 也是苍天悠眼 我看这个莱西失事以后啊 这几个独裁者呀 以后都不敢轻易坐飞机了 这个东西啊 确实不好说 一旦掉下来 那就是啥都没了呀 据说莱西弹是到伊朗的那个阿塞拜疆省去干什么事情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碰见大雾 这下给掉到这个山区里头了 而且搜救呢 还比较困难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啊 好像是搜救人员呢 已经到了根权 但是确认啊 这架直升飞机上呢 已经是没有生命迹象了 那么比较可笑的是啥呢 这个伊朗总统出行坐的这架直升机啊 是一个1979年美国残的直升机 想想到现在了呀 这么老的直升飞机现在还在使用 证明尽管是1979年美国产的 但是在伊朗的话 就算是比较先进了 甚至可能比他买的俄罗斯的直升飞机啊 很可靠 所以他在使用美国产的这个直升飞机嘛 他为啥不使用俄罗斯产的呢 那肯定是他心里认为啊 这个美国造的呢 比俄罗斯造的好 所以这帮家伙啊 都是口头反美 他心里清楚的很 哪个国家好 哪个国家不好 他很清楚呀 然后这个来一时事以后 我们再看啊 俄罗斯也挺有意思的 他马上派这个大型运输机啊 给伊朗送去了一架直升机 我们来看这个照片啊 这个直升机我咋看到也不太行 然后同期呢 还给他派去了50名俄罗斯士兵 是不是想保卫这个最高领袖霍梅内衣啊 这个都有可能性啊 因为俄罗斯跟伊朗都是轴心国呀 但也担心伊朗的证据突然发生政变 霍梅内衣没有地方跑了怎么办 对不对 因为伊朗的那个政治体系啊 它是这样的 它首先得有一个精神领袖 这个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现在呢 是霍梅内衣 然后在这个精神领袖之下啊 这才是他的总统 所以霍梅内衣呢 才是最高领袖 但是现在这个总统莱西死了以后 对霍梅内衣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俄罗斯送来一架直升机是啥意思呢 是不是以前霍梅内衣跟这个莱西呀 两人共用一架直升机 现在没有直升飞机了 万一出现紧急情况 来不及跑怎么办 对不对 你想想如果有群众包围了霍梅内衣的住宅 它怎么跑 对不对 那开机车肯定是跑不了的嘛 那就是飞机 那又没有飞机场 它只能坐直升飞机嘛 那么现在俄罗斯给它送一架直升飞机去啊 我看那个情况呀 就是给这个霍梅内衣用的 他以前跟莱西亚可能就是共用那一架 现在那一架没有了 赶快给人家送一架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我看到啊 挺好玩的 然后我们再看啊 这个伊朗总统莱西亚 就不是个好东西 这个家伙是一个很残暴的人啊 他号称德黑兰屠夫 他在1990年的时候 担任检察官 他发明了著名的五分钟起诉加宣判 就是起诉跟宣判一个人啊 只用五分钟 比共产党那个喊快啊 共产党当时要 还要开一个群众披露大会 把这个地主厄霸拉到台上 然后先开这个控诉大会 然后呢就开始披露 披露完以后呢 那个贫下众中就高喊 这个厄霸地主该不该杀 然后群众喊杀 然后就算了现在把厄霸地主 摸摸摸拉出去枪毙 然后这才枪毙嘛 这个过程往往也超过五分钟嘛 但是你看这个莱西 他是五分钟起诉加宣判 这就决定了一个伊朗人民的生命 你想想这个家伙多坏 据说有数千人啊 被他这样子啊 就是用他那个五分钟起诉加判情啊 给宣判死刑 那你想他现在摔死 伊朗人民能不高兴吗 所以啊 伊朗大街小巷呀 放着鞭炮 放着烟花 庆祝他生天呀 那么莱西特飞机实施以后啊 也迎来了很多参想 人们参想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干的呢 现在以色列先站出来说 这个事情不是我干的 那么到底是谁干的 现在呢也无从知晓 因为他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啊 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故 那么这种参想肯定会比较多的 那么背后的原因到底是啥呢 真正的是因为天气原因吗 还是这个直升机的机械故障呢 因为这种人文因素呀 我们不能排除它 我们就拿他们本国的政治来看啊 当莱西遇难以后 这个副总统呢 就直接就成了总统 然后根据他们的法律呢 好像五十天以后才开始大选 那么现在呢 就是这个第一副总统呀 就直接成了总统 这个也会让人产生很多猜想 那么事故的真相到底是啥呢 我们只能继续再观察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聊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